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科技二流子 在北京时间 2025年5月8日 一个叫谢安迪的微软工程师 在业余时间开发的Anduino S系统正式发布 它看起来像Windows 11 但其实它是一款基于Linux的全新发行版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观和交互高度还原Windows 11 让普通用户从Windows转向Linux不再是高门槛 可以更轻松地上手 几乎没有学习成本 Anduino S它的外观 模仿Windows 11系统 桌面采用定制化的Genome桌面环境 任务栏居中 圆角窗口 开始菜单 天气小组件 这些都和Windows十分类似 内核机于Ubuntu系统 它底层依然是Ubuntu兼容Ubuntu的软件包和生态 这意味着稳定 安全 并且拥有庞大的开源社区支持 Anduino S的安装镜像只有2只左右 启动和运行都非常轻快 相比Windows原版系统而言 Anduino S无广告 不收集用户数据 没有后台追踪 完全开源 用户可以放心使用 我体验了一段时间 Anduino S整体感觉这款系统的定位比较独特 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硬件兼容性并不算理想 相比传统主流的Linux8型版 驱动适配和外设支持都稍显不足 安装后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尝试好几次后才成功安装 其次 系统采用GNOME桌面环境 界面设计简洁现代 但对硬件资源的消耗较高 在我按照官网提供的最低配置环境 安装并运行时 明显感觉到系统运行有些吃力 窗口切换和应用启动都不够流畅 我人生的第一个Linux系统 那是2008年 8月份 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南非的 OBONT Linux安装光盘 这得益于企业家马克沙特尔沃斯的 Shippet计划 他免费将Linux系统寄送给全球用户 这张光盘不仅是一份礼物 更是我接触自由开源世界的钥匙 希望这次的AnduinOS实用体验 也能开启各位朋友对Linux探索之旅 下面跟着小编下载安装这个AnduinOS系统 首先 我们进入官网 点击下载 AnduinOS有两个版本分支 LTS版本是长期支持版 Standard版本则推荐给开发者 和技术爱好者使用 点击下载长期支持版 点击语言绘画 选择系统默认安装的语言 小编这里选择简体中文 这个是下载的种子 这个是原站下载 这个是校验盒 点击原站下载 把下载好的系统镜像 拷贝到Ventoy引导盘中 重启系统 引导方式 选择U盘引导 这样就可以开始安装系统了 如果有小伙伴不会做引导盘 看我上一期的系统 启动盘制作工具教学 成功进入安装环境后 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 Windows风格桌面 不要急于进行其他操作 先打开系统设置 找到无线网络链接 搜索设置连接到你的网络 并输入密码 确保联网 因为后续安装驱动和软件 需要网络支持 新手建议保留默认主题和图标布局 以直接继承Windows的操作习惯 降低学习曲线 准备好后 在桌面上找到安装UndoOS图标 并双击打开 如果图标未显示 可通过开始菜单找到安装程序 点击后会弹出安装向导界面 首先进入语言选择界面 使用键盘上下键 选择中文简体或其他所需语言 然后点击继续 在键盘布局界面 如果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 选择汉语拼音布局 再点击继续 再更新和其他软件界面 选择是否在安装时下载更新 以及是否安装常用软件包 如办公软件Liberal Office 多媒体播放器等 建议全选 以便安装完成后 系统具备更完整的功能 选择完成后 点击继续 接下来是磁盘分区设置 如果你的电脑磁盘为空 或者你计划全新安装并覆盖原有系统 可选择清除整个磁盘 并安装Undoing OS 此选项会自动分区和格式化磁盘 将系统安装到整个磁盘 重要提醒备份数据 备份数据 如果电脑中有重要文件 务必在操作前 将数据安全转移到外部存储设备 如果对分区不熟悉 建议暂停安装 阅读Undoing OS 官方网站的磁盘分区指南 了解自动分区与手动分区的区别 Linux分区逻辑与Windows不同 误操作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新手强烈建议先在虚拟机 如RitualBox中练习安装流程 随后设置系统时区 通过交互式地图 选择你的地区 或手动选择城市 例如上海 设置完成后 点击继续 接着输入用户名 计算机名和密码等账户信息 确保密码安全且容易记忆 设置完成后 点击继续 安装过程现在开始 持续时间取决于电脑硬件性能 通常需要10到20分钟 期间系统会自动复制文件配置环境等 请耐心等待 不要中途关闭电脑或拔出U盘 安装完成后 界面会提示现在重启 点击现在重启 并在重启前拔出USB闪存盘 重启后 GiUB引导菜单会显示Endure Initialization选项 默认选择第一项 按回车键进入系统 进入登录界面后 输入在安装过程中 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登录 成功登录后 你会进入Android OS的Genome桌面环境 即界面直观 模仿Windows风格 熟悉Windows的用户可以轻松上手 开始菜单 开始菜单位于屏幕底部的中间 与Windows 11的默认风格一致 Android OS自动配置了Windows风格的任务栏 开始菜单和文件资源管理器 甚至支持熟悉的快捷键 目前的版本默认安装了FatPad应用商店 此时打开应用商店 搜索微信 QQ等常用软件 一键安装即可 无缝衔接办公娱乐 中国人在系统研发这方面 还是停留在换皮的水平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普遍的误解 认为编程等于创造 实际上 编写代码只是实现了蓝图 而真正的系统研发 是绘制那张决定了万丈高楼地基的蓝图 这份工作的核心是数学 一个卓越的系统 其灵魂在于精巧的数学模型和高效的算法 它需要的是既懂开发 又具备深厚数学功底的复合型人才来引领 他们能够洞察问题的本质 用数学的语言去定义和解决它 从而构建出坚不可摧的数字基础设施 未来 中国系统研发的突破口 不在于模仿 而在于原创 让我们共同期待 更多懂开发的数学家站上舞台中央 带领团队 铸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基石 Anduin OS 他告别Linux下传统的VNC 全面拥抱Windows用户最熟悉的远程桌面RDP 这意味着 您无需再为寻找和配置VNC客户端而烦恼 现在 只需在任何一台Windows电脑上 打开您用了无数次的MSTSC-X连接工具 就能即刻无缝访问您的Anduin OS桌面 这不仅是EUI的高度相似 更是工作流与操作习惯的深度统一 Anduin OS致力于将零学习成本的理念贯彻到底 为您带来真正无放高效的跨平台体验 开发者的初衷很简单 让更多习惯Windows的用户 能够顺利过渡到Linux 很多人想尝试Linux 但被复杂的命令行和陌生的界面劝退 Anduin OS则通过熟悉的Windows外观 降低了学习成本 对于想要摆脱Windows限制 追求隐私和自由的人来说 Anduin OS既能让他们看着像Windows 又能享受Linux带来的安全 轻便与开源生态 关注我 我是科技二流子 一个热爱分享科技干货的创作者 你们的每一个订阅和支持 都是我持续创作优质内容的动力